宇文护 私占良田 贪污国库 浅薄无数 污蔑 他这在报复我 将他贬值 好 这个是秦州梁州刺史 参尼宇文护 豢养大量府兵 图谋不轨 笑话 你问问他们 哪个没有府兵 这个是参尼收受贿赂 死卖官职 这个是参尼伪造公文 还有这个 是参尼私助猎钱 谋取暴力 够了 够了 怎么 你也会害怕吗 还没完呢 这些全都是参尼的罪行的 这一庄庄 一剑剑 庆祝难输 朕建议查明 尼宇文护罪大恶极 可悲啊 可悲 太族 您看到了吗 这就是我一心辅佐的陛下 可悲啊 可悲 他想杀我 便捏造出这么多罪账 你少犯出太族之命 他若看到你如此败坏 怪我大舟江山 也容不得你 来人哪 给朕将与文护拿下 你还想反抗 贼心不灭 等着受死罢 亲军定令 将其通通拿下 谁敢 你以为只有你能集结兵力 朕告诉你 朕 才是大洲的皇帝 将你贼于文护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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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府 家 家禄 家禄 平平 陛下 宣太医 是 我亲自去请 娘间 跟我走 高大哥 你保护皇帝 好 陆国公 皇帝太过劳心劳力 所以才会病入膏肓 恐怕神仙也救不了他 天助我也 杨夫人 把兵符交出来 小龙 小龙 家禄 大龙 小龙 杨洁 我也不想伤你夫人 是要将兵符交出来 我立刻放了她 不可以 皇帝有令 兵符绝不能落入宇文户的寿中 住口 杨洁 她可是你的夫人 你难道就不顾惜她的性命吗 杨总 你我好歹有袍子之意 你真的愿意助这为虐 为宇文户这个奸贼卖命吗 我只为其主 我只为其主 谁赏失我 我就拼死效忠 杨洁 我再说一次 把兵符交出来 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 想当英雄并没有错 但要选择一条正道 一旦你踏上这条路 便无法回头了 静默着黑 与恶为武 你出卖的 是自己的良知 杨大哥 你别跟他啰嗦了 道不同 不相为谋 你赶快把兵符交出来 你放了下了我 我给你们兵符 不可以 大爷 不能将兵符给他 若是落入宇文户手中 那一切就前功尽弃了 杨洁 不可 我给你们兵符交出来 叫我 大仲宰 做得好 这一切早该回到我手中了 杨倩 这一件我是替惠儿还给你的 她的仇我迟早会跟你算 但是现在我不会杀你们 我要让你们亲眼看着皇帝咽气 亲眼看着我重掌大权 亲眼看着你们苦心经营的一切 毁于一旦 生不如死的滋味